我們要認知是一個短打的 大概是以自己的手牆之內為短 如果進入了對撥或攻擊範圍 直線相當快 如果是在一個遊鬥 即是離開香港的範圍 就好像剛才說了 可能走來走去走去就比較麻煩 我們是專門對付入了我們一個手牆 或者一步之內到手牆範圍之內的攻擊 這個情況下直線最快 所以我們需要朝刑 因為朝刑我們兩個手之間 對著我直線的位置可以左右重疊 這就是正身詠春的來源之一 我們是相信這件事 當然我打了這麼多 我都認為是 因為我是手短 我一定是要進入這個範圍 當是這樣的時候 的確沒事比直線快 多謝分享 我們還有多久時間 還有15分鐘 那你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和大家聊一下 那我們繼續聊聊不同題目 還有時間的話 挺完蛋 我們兩個見白 护人